三丁包子 三丁包子是扬州著名的点心 因取用板油丁、冬笋丁和熟鸡丁为主要原料 烹制而得名 闻名江苏 制作这道点心所用的原料油 酵母25克 面粉1000克 冬笋丁250克 猪肉丁500克 冬菇丁250克 调料油精盐10克 葱姜末少许 酱油50克 我们来看一下这道点心的做法 锅上火 放少许的油 煸炒肉丁 肉丁煸散后 放入冬笋、冬菇 再加入葱、姜、酱油和精盐 煸炒 放入冬笋、冬菇 倒入盘中 面粉倒入酵母 搅拌均匀 再放入温水揉成面团 煸炒肉丁 面团醒至一小时后 煸成器 把鸡压扁擀成圆形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将面皮放入线心 然后捏成包子形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把包子放入笼内 上蒸锅 蒸制十分钟即可装盘 制作三丁包子的关键是 制作好线心 形状要美观 蒸的时候要掌握好时间 三丁包子这道点心的特点是 用料多样 滋味鲜美 皮白松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